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数方程式 那现在这个对数里面呢 它这个一个是x-1的对数 一个是x平方-3x加2 那所以呢 我们就不能使用刚才那个方式 就是另为y 那但是呢 还好的就是呢 它这边两个底都是5 所以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对数 它的基本性值 把这个两个对数相减 处理成这个相除的格式 那我们把这个性值把它写在这边 就是logm呢 你给它减掉这个logn的话 这两个对数相减 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按照基本性值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logn分之m logn分之m 那所以前面这个部分 我们就把它处理成一个以5为底 然后帧数相除的这个模式 那再分母的呢 是x平方-3x加上2 那再分子的是x-1 好那这个正1呢 我们干脆就把它移到等号的右边去了 它就变成-1了 那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 这个对数 那这个对数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希望能够把它转成指数 这样就把这个对数的部分把它消掉了 那 这个对数转指数 它的基本公式呢 我们把它写一下 这个log logc它如果是b的话 logc如果是b的话呢 那转成指数之后呢 它就是a的b次方呢 就是c 好 a的b次方就是c 那以我们这一题来说的话 这个a是5 这个a是5 所以呢 上面这个对数转换过来呢 它就变成以5为底 什么东西呢 b次方 那这等号右边这个b b就是-1 好 所以5的-1次方 那它就应该要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对数里面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个里面这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分式 所以呢 它转换过来之后呢 就变成s平方减掉3s 再加上2 分之呢 s减掉1 好 我们就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方程 是哦 那这个方程式呢 解起来就不会很困难哦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5的-1次方 看成是5分之1的话呢 那么它就要等于这个分式哦 减3x s平方减3x加2 分之s减1 那解这个分式方程式呢 就是把它交叉相乘哦 那这么一交叉之后呢 我们把1乘上这个s平方减3x加上2 这个还是它自己本身 那它就应该等于这个5乘上这边这个x减1 所以乘开以后呢 它就变成5x呢减5 5x减5 那所以呢 做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再把它移向一下 因此呢 这个移过来呢 变成-8x了 那这个-5呢 移过来 跟2合并就变成7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二次方程式 那我们在观察系数呢 发觉说它可以因式分解 前面这个s平方拆成xx 它这个7呢 拆成-1跟-7 这样子交叉之后呢 刚好产生中间的-8x 所以这个因式分解之后呢 我们得到呢 它变成x减1 x减掉7 那这两个乘巧要等于0 所以我们就得到呢 这个x呢 它就等于正1 或者是呢 这个x呢 等于7 那同学在解对数方程式到最后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再做一个检验的动作 也是说把这些x呢 带到这个圆方程式里面去 看看呢 到底有没有意义 有时候呢 因为对数啊 它帧数的部分要求呢 必须要大于0 所以像以这一题来说的话呢 如果你把这个x呢 用1带到这个方程式里面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方程式变成什么 这个logx减掉1 它这个底是5 如果你把这个x带1的话呢 它就变成0了 那0有没有对数呢 0是没有对数的啊 所以这个是无意义啊 这个无意义啊 那同学对这个如果不了解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转换成指数的形态啊 譬如说log0呢 假设说呢 假设说它是这个b好了 那么你把它转换成指数的形态啊 这个log0等于b 以5为底啊 它实际上的含义就是呢 5的b次方要等于0啊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任意的这个b啊 任意的这个时数b啊 你放在这个次方这边呢 5的b次方都不会是0啊 5的0次方也是1啊 5的负1次方是五分之一嘛 好那5的正的次方呢 更不用说 它不可能等于0啊 所以呢 这个log0呢 是无意义的啊 因此呢 这个x等于1呢 这个解呢 它就不合啊 不合原来这个原方程式啊 因此呢 这一题的解呢 就剩下这个x等于7而已啊 剩下x等于7 那像这种方程式呢 它通常呢 都可以合并成这样一个对数的形态 然后我们就把它转换成指数啊 好转换成指数之后呢 再使用这个 以前学过一般解方程式的技巧啊 下去解方程式啊 那尽量不要让方程式之中